詞曲作曲 王西 李宗盛 詞曲 王俊 smiling 詞曲 王俊 男人的 옛故章 這個世界有多甜 全顾平凡的少年 欠你的硝烟地就转一圈 好把一辈子晕眩 别偷听我的心愿 我想他已经零眼 等路边的黑夜 输给地平线 前程孤单的终点 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路约 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只眼 就让各自去蓝天 悲伤送给诗篇 我明白总有些遗憾 只能亏欠 但求着本旅途中张喜悦 感谢你说你恨了一句 是我们的明天 是我们的明天 不好意思 喂 难不成 这瓶红茶跟你喜欢的那个人有关 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趁机多接触一下 碰撞出一些什么小火花之类的 能多靠近他一点点 我就已经很满足 老天 你这心态也太绝了吧 要我说 青春有限 相爱就要及时 既然有了目标就要抓紧 想要快速一起对方的注意 这个你是找对了 这块业务我收 解多年经验 亲身传授 包交包会 我也不讹你 撕修笔记接我就行了 爱情也是讲究推陈出新的 所以呢我们要经常刷新升级才行 就比如说这本 这 《恋爱功课大全》 这本书里面就说 如果你想要接近你喜欢的人 你就要摸清他经常在的地方 你喜欢的这个人 他下课都去哪儿 教室 图书馆 食堂 教室 图书馆 真是随随狂摸摸 好 该不会他也是个学霸 他还是个理科状人 我 你们俩的学霸跟学霸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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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的人该不会是 死大男神 生怀胆吧 真的 生怀胆吧 真的 生怀胆吧 没事 就算是男神生怀胆也没关系 十个男学霸 九点九都不会谈恋爱 面对这种涉事卫生的纯洁小少年 我们只需要掠尸小气 一点点小小的套路 分别人搞定 分别人搞定 我们就把他当作目标 看好了 同学 请问我可以坐你对面吗 同学 请问我可以坐你对面吗 我给你坐 我给你坐 你的这边 这位同学 你点的菜看起来特别好吃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几样 整身怀 整身怀 你这个 不好意思 那个 我 我有准备 给你看 你别误会 百丽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不是故意招惹别人的 美女 又见面了 先走了 宿舍见 洛志 对 你是不是生气了 好了 你别生气了 你要什么我都补偿你 明月 我要帮学生会拍照 白天不用来找我 你们要去哪儿拍啊 我能去吗 那我不去了 那我给你们送饭行吗 我保证不会影响你们工作的 好吗 那行吧 我要吃小龙包家 正宗正香陈醋 好 我晚上就去吃吧 你先把我衣服松开 不 你应该知道啊 张明睿才喜欢你的人 就因为你好哥们儿喜欢我 你就不能跟我在一起吗 你都跟叶展恩分手了 好 你就答应我吧 生活难啊 把我衣服撒开 哎呀 不 不答应 对不起啊 洛 洛志 他记得 记得我的名字 我跟童谣有事了 不好意思 那好吧 那我下次再来找你 原来你还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啊 那我请你喝咖啡吧 谢谢啊 谢谢啊 走吧 这个杯子挺贵的 买单也不少 但其实 我从小就觉得它不好看 我小的时候 去一个阿姨家里做客 也有类似的杯子 有一个小姐姐她就恐吓我 说你小心把杯子打破 然后赔不起 结果我就回复她 完全不知道这个杯子 好看在哪里 小姐姐就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难怪有人说 人的美感是勉强不赖的 这个我同意 不过 不过 我那个时候不像你这么有勇气 去质疑比我年长的人 你的 大一马猿选的是老李还是老陈 我选的是 陈老的客 你太拘谨了 放心 我跟她也不熟 没工夫跟她打小报告 说你叫她老陈 对了 还没自我介绍 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你 你很优秀 也很有名气 大家都认识你 不过这么腻烦的话 你应该早就听腻了吧 我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你的 只不过不常遇见你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知道彼此的名字 可是又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不过你真的很有名气 我以前在路上的时候 就经常听到别人说 看 那个是盛淮南 所以我认识你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在同一个学校三年 无论如何都会有点眼熟 但是有的时候 就会莫名其妙地说上话 比如说公交车上踩了互相一脚 又或者没带钱的时候 问眼熟的同学借一点 再或者 或者去食堂打饭 又或者客间接水 不小心撒了对方一声 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相识 就像你和你的前女友 结账 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好 谢谢你的咖啡 记得不要赖张 好 我送你回去吧 你住哪幢楼 不用了 我只是顺便出门转转 现在还不想回去 说 你说什么 你问谁呢 泡面男 原来网上说 边画滑碗边吃泡面 那二婆就是你啊 正式在家 你俩约会呢 没事 你们约会 我先撤了啊 好约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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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刚才在咖啡厅做事了 没事 谢谢你请我喝咖啡 再见 说话难 不过这顿咖啡 算是我额来的吧 不过这顿咖啡 其实我是有意去解围的 我看见你们在超市门口僵持不下 就自作主张冒险成英雄了 不过还好你记得我 不然我真的要没面子的 去扮花痴去搭塞你了 我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最好不要在超市门口解决 人来人往的 虽然你很镇定 可是对那个女孩不好 就算她再冲动 再不介意 可是那么多人看着 以后想起来 还是会后悔的 我说这些 并不是要告诫你什么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出现的原因 希望你别介意 谢谢 不用写 是你自己激励 一看就是多次实战的累积 高中的时候我只知道你的名字 却没有认识你 挺可惜的 现在认识了 应该就不可惜了吧 你有微信吗 咱俩加个微信吧 手机给我 我输我的号码 有微信比较方便联系 有微信比较方便联系 我突然想起来 手机没电了 要不 我把我的微信号输给你 我把我的微信号输给你 那个 手机也很远 那我就先回去 弟弟 那我就先回去 Fore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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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老师 同学们好 坐下吧 现在开始点名啊 张子涵 到 杨君尧 到 洛芷 到 你这名字挺有意思啊 那你知道自己的名字的出处吗 我爸跟我说过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作为植 所以你是淮北的小洛芷 对吧 我曾想过很多次 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我就让他看这两句诗 我也想过很多次 如果他发微信给我 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无论如何 这两个愿望 今天总算有一个成真了 我还是这一招啊 妈 怎么了 这一套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喜欢是喜欢 但是他竟然说 隔壁今天肯定会跟我分手 我不信 天天捧着牌算的人是你 现在哭着说不信的人还是你 喜欢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 随着他急急服服的心情 你又不懂 我当然懂 我追逐那个人的背影十五年 前两天 我才终于跟他说上话 十五年 十五年 你喜欢上话那已经十五年了 那你们两个第一次说话的时候 你们都聊什么了 你快跟我说一下 我们也就算正式认识了吧 真的 我太好了 恭喜你啊 我 我都有点激动了 老盛 和你一块儿喝咖啡那美女 是不是就是正华高中女学霸的落者 都一块儿喝咖啡了 还说不认识人家 喂 说话呀 什么情况 前所未见啊 你小子也算是身心百战了 什么美女 什么情书没有看过啊 怎么一说到她 你就这个反应啊 你少来啊 罗芷呢她跟我高中同校 文科班的 不过我对她没什么印象 但是很奇怪 跟她聊天的时候 我总会想起一个小时候 我遇见的小女孩 不过我已经记不清她 长什么样子了 只记得 她帮我拦下过欺负我的大孩子 小时候 你这初恋也太早了吧 哪儿算什么初恋啊 就是一些 很单纯 很美好的小回忆 不过我现在也会不自觉地想 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 长什么样子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纯情的一面 这儿 浩兰呢 你找到她了吗 所谓浪漫 就是没有后来吧 不过我 回来了啊 不是 你干吗 怎么了 老生啊 你一定要拯救老四的幸福 啥 你生病啊 是这样的 老四上大二 好不容易交了一个女朋友 作为大哥的也求求你帮帮老四 他说了 只要你出手 他愿意一辈子给你打下手 你这钱有点弯啊 兄弟 虽然钱不多啊 但也是老四的一片心意 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老四 拜托你了 不是 有什么事你们直接说 直接说就行 这次我也没招帮老四了 他要不是走投无路 也不会这样求你 你们说的不会是那个事吧 我来解释一下 老四有个女朋友叫小森 小森希望 小森 小森呢 听老四说我们宿舍可以免费维修手机 而且加些附件呢 还没成新的手机 还可以升级 所以呢小森 希望下个月他生日 可以收到一部新的手机 作为生日礼物 可是这个时候 老四没有钱 以上报告完毕 这就是小森寄给老四他挑的课 剩下的事情 老四 卖拖了 其实也不是我不想帮 你知不知道 其实每一款手机都是顶尖的设计师 花了好几年设计出来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兴许 我知道 我这外行都觉得难 更别说你还是要实际操作的人了 那也没办法了 挑一台拿回去翻新 然后让他送给女朋友当礼物 要是他还不满意的话 我也没办法 老板 这个 好 五百块 行 好 好 虽然兄弟之间的确应该互帮互助的 但是你要是觉得实在有压力 你完全可以不这么干 之前都是些小维修小毛病 我觉得这几点太过分了 我看老四身上那件T恤 从开学穿到现在 不知道是一直没写还是有很多件 要是这次他拿不出礼物送女朋友 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事 你只是太伟大了 我佩服你 我佩服你 严格来说 好像是你给我找这么多麻烦的 谁知道你才华很为意呢 我看到人就忍不住想要推销你啊 哥 我有打工 我最近很好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我最近的翻译都快接完了 对 钱已经快了 钱已经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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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辉哥 我先上课不跟你说了 下课一起喝咖啡吧 上次跟你聊得不太过瘾 而且有一些法学课的问题 要向你学习一下 好 那我要讹你一下 你请客 没问题 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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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咱们现在开始点名 每一道的同学请举手 那看来都到了 咱们现在开始上课 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文渊 文学的文 渊博的渊 我这学期呢 将担任这门课的任教老师 老尚 帮我站坐了吧 这不就是那咖啡美女吗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来上发道课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找准 擦 擦一下 谢谢 你不疼吗 这 这咖啡是烫的 没事 这个衣服厚 你要不还是去 冲一下凉水吧 万一汽水泡的话 还得续塘衣物室 这 真不疼 你好像 你特别希望我喊疼啊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帮他解释一下 老盛呢 他有泼水情节 他初恋女友就是泼水认识的 所以他比较敏感这个 对吧 泡免男 你是不是想暗示我什么呀 你刚才也泼了我一身水 你想说我们也有缘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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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吗 泼女 今天心情不错嘛 见我反应这么激烈干吗 当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 你干吗 你干吗 百丽要的 里面还有你的专属星座洋芋片 我记得是巨蟹作是吗 你的笔记果然做得详尽又精美啊 都能印刷当贩本了 还有香味 百丽借给你的 对了 你里面有几个错别字 我随手定购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有错别 你自己看吧 在这儿 开了 为了感谢你的笔记 刚刚我漏了一首搭讪的最佳方式 落指你智商高情商敌 这套SOP好好学起来 保证你将来无往不利 你太没有心理了 你这简直比老旧的电视剧套路 还要老旧 你还是不去参考一下 莫里亚笔下的堂皇 你说谁的堂皇 你给我脱了 脱了 别说我没有 你赶紧快脱了啊 救命啊 帮我 帮你自己脱啊 我帮你脱 再跑 你赶上去 你赶上去给我下来 那你 下来 下来 这打 我该打 为什么 这衣服不能脱 这我会想到第一次越会穿衣服 不急 会分手的你知道吗 你不脱我今天跟你别玩 你是不是 知道吗 你赶紧下来 我脱你 你赶紧下来 你赶紧下来 我脱都没换 我下来吧你 我脱下 好 好 好 来 等等等 我自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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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行 行 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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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知道 老赵 你对奖礼 快帮我收拾他们 这个 我帮不帮你 许子仁 妈 我听着 你今天要不跟我在那洗漱间里 去把这些绳狗洗干净了 我就把小森来 下面的票给退了 退啊 你退啊 明月退票 得嘞 对对对 玩归玩 闹回脑 这事不能开玩笑 对不对 我洗还不行吗 但是我反正没有洗出用品 是吗 这啥 一层灰了都 一层灰了都 宿管啊 要知道有你这号人物存在 一定把你这人家开出里面烫了 你信不信 去啦 行 行 我 这儿 行 行 你 别动我啊 行不行吗 不行 我还是得去监督一下 我女朋友啊 最爱干净了 我要这样带着老四去跟他们见面 肯定转身就走了 去啊 对了 老四啊 上次翻新手机的事情够意思啊 这次也把时间腾出来 老四等我啊 不是 他让我腾什么时间啊 简单来说呢 就上回你帮小森翻新的那个手机 小森收到了 并且非常开心 于是呢 老四就订了机票让他过来 大早要来 人家点名要见你这位大功臣哪 那 让我当电灯泡也不太好吧 手机是你翻新的对不对 人家要当面道歉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你要给他面子去一下嘛 那你去嘛 我 就不重要了吧 我 我一直都不重要啊 我这个人呢 当电灯泡啊 这个亮度都不够 我就 那你会把我卖了吧 我这哪算把你卖了呢 不算 上次法导课我那么尴尬 也没得你帮我呀 对吧 这哪算把你卖了呢 那明明是你 泼了人家一顿咖啡 对吧 那说你两句不就扯平了吗 你还要往心里去 你说你这么在意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追他呢 他不是你高中同学吗 你还喝他喝咖啡呢 应该你去追吧 你不是喜欢他吗 你不喜欢他吗 你不喜欢他吗 我现在呢 没有心思谈恋爱 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 那个叫什么洛志的话 你就去追他 我听你 хотите 你啊 你忙了 你要是想用啊 你直接跟我说 用吗 谢谢双远 太长了 谢谢 上次被烫伤的地方怎么样 我没事了 谢谢温馨 我先走了 走吧 来 洛奇小姐姐 我可以请你吃冰淇淋吗 就当做是 上次那个事情的道歉 我一会儿有事 就不陪你们了 走了 先走了 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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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张明睿 上次咖啡那个事情 觉得很不好意思 想跟你道个歉 然后也想认识你一下 如果是为了被弄脏的衣服 我并不介意 如果是为了泼水的缘分的话 那就更不必了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一点也不想 把老盛的恋爱经历 复制在我身上 况且 她和她那女朋友 也已经分手了 同样的套路不吉利 我想 你还是算了吧 你喜欢老盛吗 你肯定也喜欢上外男 也 张明睿 你是不是以前喜欢某个女孩 可是她却喜欢上外男 但我什么都没说 走 请我吃冰激凌去 好啊 好啊 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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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秉蓮 太多事了 诶 吃什么 我帮你点 我都可以 都可以 欢迎光临 两杯暴风雪 好的 来 X等于A是FX的最大积极 齐罚 对啊 瞧瞧这脑袋 老乘 有你真好 你帮我瞧瞧 三点四点五 优先 咱们去我 等到我 暴风雪来了 为什么要损这粉 你们那个科系不是选修数学双学位更多吗 我们压根也就不想修双学位 重要的是CPA和GRE 只不过那天 老生路过那个学生海报 他说想体验一下文科生的生活 拉着我选的那个 文科生的生活 反正如果钟头想放弃的话 可以把修来的学分直接转成选修课 也不亏 这样 其实你刚刚说对了 我喜欢的女生的确喜欢老生 你不必告诉我的 但你别误会 那天在小消失门口 那女生向老生告白的时候 老生她拒绝了 你先把我一放开 你答应我我就放了 那 你应该知道 张明睿才喜欢你 就因为你好哥们喜欢我 你就不能喜欢我吗 算是那女生自作多情了吧 张明睿 对 我真的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人 你没有因此牵入圣怀南 还继续跟他做朋友 这真的挺难得的 我也不是什么圣人 这事也怪不了老圣啊 反倒我还挺痛快的 老圣拒绝了他 证明我还有机会吧 都说暗恋的人特别傻 可是你的傻里面 还保持着率真 不会因为挂了面子 而跟朋友翻脸 让那个女生下不来谈 你真的是明示里 真的很大度 你没有那么好啊 不愧是老圣啊 居然把我一个星期的作业 全给解决了 下回哥请你吃夜宵 你也不得了 你真是热情 我走 老师跟我说 老师跟你说 老圣跟叶响英分手那会儿 差点被我们宿舍几个哥们给围殴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叶响英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对吧 虽然作是作了点 娇也娇了点 她是老爱说分手 但是呢 我觉得威胁说分手 还是太草率了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恒人也不好说什么吧 是啦 我也可以理解老圣 老圣他之前跟我说过 叶展颜呢就很像是 把他当作名牌包包一样去收集 老圣说之前他给他买过很多可乐 叶展颜呢就把那个瓶盖 用网络给收起来 然后给大家炫耀 这是老圣买给他的 你知道吗 然后老圣给他发了微信跟短信什么 他也公开地全部念出来 这不就是在炫耀吗 你说的这些 我都有听过 还有啊 老圣约他出去吃饭什么的 叶展颜也会叫上一票人 说是为了热闹 其实不就是为了顺能爱吗 我觉得吧 爱情这东西还是很私密的 又不是明星 干吗废给所有人看啊 顺能爱死得快啊 对吧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 是吗 我跟你说老圣这么多事儿 其实我就是想说 从哥们的角度来看 你们俩其实挺配的 你别介意啊 那你聊天很开心 我有个问题想过问你 你们女生都喜欢老圣什么特点啊 我想学一学 参考一下 好 不不 不 他这个学 当着他的面约我出来 却有一个静的说我跟他很配 现在他又发信息来祝福 绕斗头都赢了 我不了解你们男孩子的心思 但是 不要拿我寻开心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洛迟 不是这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呀 我不要紧张 你如果这么久 望着自由和天空 却把心事留给树洞 做一个无人知晓的梦 我的世界你来了多久 一双手有莫名的空 你转身 竟能带走一下天的风 眼睛挥红 有多少不可言说 因你的绝望 为你在心底放用无声的绝望 明明很想要握紧你手掌 还一副骄傲的模样 我们的清晨是否终究会散场 为什么快乐也同时伴随空谈 有一句话我还来不及 对你讲 一起的愿望 我喜欢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片浩瀚的星空只为你闪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节目